有困難 能夠結合起來大家無私 不是說這是我們蔣衛水子孫的什麼權利 不是 大家都是這樣子的付出 那為的就是我們的子孫 能夠了解我們的歷史 那你可以看這一些展場 我等一下非常希望帶大家出去看一下 蔣衛水做大醫院 之後他1931年就過世了 1941年世界大戰 那個時候跟蔣衛水同時代的人在做什麼 譬如說他的弟弟蔣衛川在做什麼 他們在1920年代一起做 可是到戰爭的時候大家都過得很苦 沒問題 都一樣 可是1945戰後 那個國民政府來 為什麼你們當年那麼樣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人 你們在國民政府來 五年的時間 每年去東京請願 說台灣要有自己的議會 這樣子的願望都沒辦法達成 現在祖國來了 把這個日本打跑了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貢獻我們的力量給祖國 把台灣建設好 他們抱著這樣的熱情 結果沒有想到碰到的事情 所以我很希望等一下我們走出去可以去看看 就是228爆發的地點 我們都知道是在天馬茶房 那我要說的是蔣衛水的弟弟蔣衛川 他在戰後想要延續蔣衛水時代的一個反抗精神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這樣的精神 而失敗了就是因為碰到了228這個 那麼在蔣衛川的住的地方發生的血案 3月10號1947年3月10號 我希望大家去那裡看一下 那我同時也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所寫的一本書